视频中的小女孩名叫佳文 两岁开始失明 从小到大都是靠听觉和触觉来认识这美丽的世界 直到26岁那一年 佳文终于等到眼角膜圈献者的出现 这天佳文带着黑镜手里握着一把红伞 穿越了一道人潮汹涌的人行道上 来到了医院 动了两个小时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几天后 主治医生替佳文拆纱布 并慢慢引导他张开双眼 紧张着他双手握得非常紧 并反复地撑开了眼皮 很模糊地看见了奶奶和姐姐 还有一个不知名穿着黑衣的女人后面 喊痛再次把双眼合上 回到病房的佳文 用了灵敏的耳朵 听见了隔壁床婆婆的呼吸声 空调通风口被吹起的字条声 突然一直拿着粉色相机的手 伸出下的佳文指纹 原来这个没头发的小妹妹 今年11岁名叫盈盈 脑里因为有一块黑色东西压住了神经线 随时随地都会晕倒 需要进行多次手术把黑点拿出来 佳文眼睛慢慢康复中 但每个刚完成眼角膜移植的病人 因为眼球肌肉需要做出适应 所以每个都会近似千多度 需要时间才能降回200度左右 随后佳文要求护士把他推到了洗手间 望着镜子中模糊的自己 佳文好奇地触摸了镜子 轻拂了自己的双唇 用双手感受了自己的脸庞 为将要重见光明的自己感到喜悦 这天佳文被窗外明媚的阳光照在脸上 并从微笑中醒了过来 醒来后便对着不远处四眩模糊的白衣女人 微微地仰起了嘴角 此时 为佳文感到开心的影影 拿出了相机和他拍了张合照 还和佳文做了个约定 等他完全康复 带他四处游玩 到了晚上 佳文看见对面站着个模糊黑衣人 接着 婆婆跟着黑衣人穿过了一道门 随着婆婆的痛苦呻吟声 佳文也跟到了走廊 就在这时 婆婆在佳文眼前绕了一圈 想要试图触摸婆婆的佳文 眼睁睁看见婆婆消失在眼前 第二天 佳文好奇地问了护士 关于昨天的事 但护士却说婆婆昨晚过世了 但佳文明明看到昨晚有人来探望婆婆 还带婆婆走出了走廊 时时 护士回到 一直耿耿欲怀的佳文 出院后找来了心理辅导师阿华 负责辅导复明后所产生的陌生和恐惧 回家后的佳文在客厅看电视 突然 门外传来异响 打开门一看 一个戴着帽子的小男孩问他 佳文此时便问了在一旁洗碗的奶奶 奶奶却叫佳文不要打理他 回头后男孩却不知取向 此时 佳文跟着对面的灯笼发出的光 走了过去 一转头看见了小男孩低着头正在吃盆上的白蜡烛 这时身后的开门声惊动了佳文 回头望去不远处站着了个模糊的身影 第二天出门又看见了成绩表男孩 奶奶这时听到门外的声音便从猫眼望了出去 却看见佳文对着空气在自言自语 吓得奶奶马上请了大师到男孩家中 原来男孩当日回家弄丢了成绩表 父母不相信也没给机会男孩解释便破口大骂 被误解的男孩想不开便在楼梯间跳了下去 自杀本是一种罪孽 自杀的灵魂每天都会在他死的地方 无限重复他自杀的痛苦 直到有人帮他解决令他自杀的困扰 才能脱离这个痛苦循环 另一边佳文到了医院探望盈盈 看到做完化疗的盈盈如此憔悴 佳文强颜欢笑 鼓励他一定要好起来 晚上就侵蚀 佳文在梦中看见了乌鸦 转动的吊散 发出疙瘩疙瘩的轮椅声 惊醒后看见房间的梳妆台变来变去 忽明又忽暗 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条麻布绳 当佳文起床伸手去触摸相框时 相框又消失不见 吓得他连忙倒退几步 不一会 一切又恢复了原貌 第二天佳文和奶奶词别后 到了一间书法会所学书法 希望透过写毛笔字来精进自己 正当佳文为自己写出的第一笔感到喜悦时 昏暗的角落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女生 说完便向他扑了过来 吓得他打翻了桌上的墓尺 连忙跑到诊所寻找阿华 叫阿华不在 于是 度饿的佳文便到了一间烧蜡店 向店员点了一碗叉烧面 拿起筷子的佳文四处掌握 突然看见一对拇指眼神猙獰望向玻璃内的叉烧 不一会拇指虚幻的声情飘了进店里 用舌头舔了叉烧上地下的肉质 佳文看到众人毫无反应便低下头假装看不见 低下头的佳文用了斜眼凳看到了吃饱后的拇指离去的身影 原来拇指正是老板的妻儿 深知妻儿一定会回来吃自己的烧腊 再多的钱也不卖给发展商 此时一碗热腾腾的叉烧面端到佳文眼前 他碰都不碰便直接付钱走人 越过马路时 一个被这红色束包的小胖子从佳文腹部穿了过去 上前一看 方知胖子因一场车祸伤命 接着便看到一个黑衣男把胖子灵魂带走了 吓得他自污嘴巴再知道 证所把这一切告知阿华 并寻求阿华的帮助 回到家的佳文 看见正在烧东西的奶奶和姐姐 便问了几句 姐姐叫佳文赶快上楼休息 其实他们烧的正是男孩的成绩单 希望他找到了成绩单后 别再来烧扰佳文 佳文脚步正要踏进电梯时 看见了一个举止古怪背对着自己的老婆 吓得脸蟒倒退 此时一对情侣强先进了电梯 佳文抬头看了电梯监控 一看静呆了 里面竟然没老婆的身影 情侣见佳文迟迟未步入电梯 便把门关上 随后佳文再三确认 监控没任何身影 才小心翼翼步入旁边刚到达的电梯 并按下了15楼 忽然电梯墙面一散 老婆再次出现在佳文身后 老婆双脚悬空 慢慢地往自己方向移动 背后感觉到一股寒意的佳文 眼球不停地向后打探 老婆此时缓慢地转过身子 只见老婆苍白地右远被一个极深的傲动覆盖着 心情焦虑不安的佳文 一上双眼 希望看不见这一切 手指拼命按下开门间 在电梯打开门的那瞬间飞奔地跑到家门口 可她再怎么拼命转动钥匙和扭动门吧 始终都打不开 抬头一看 自己竟在14楼 便急忙转身往自己楼层奔去 楼梯间 成绩表男孩再次出现 佳文愤怒地对男孩大骂 转身正要离去时 男孩再次叫住自己 回头的佳文 却看见男孩从窗口跳了下去 回到家的佳文把房间的灯泡拆下 闭着双眼练自己最爱的小提琴 更戴上墨镜仿佛只有这样欺骗自己 回到以前看不到的黑暗世界 才能让他心安 答应帮助佳文的阿华 求叔叔卢医生告知他卷出眼角膜失责的资料 但叔叔公司分明 气管一致的守折必须遵守 无可奉告 奶奶此时打了通电话通知阿华阿文的情况 感到的阿华 拉开了窗帘让阳光照射了进来 希望佳文走出黑暗的房间重新振作起来 一句 点醒了佳文 选择了继续装家回到了盲人乐团 可此时佳文拉出的音乐既昂高康 和平时拉的相差深远 原来家里的奶奶请来了法师到家里做法 希望能找到佳文新味古怪的原因 法师和音乐同一时间进行 让佳文顿时感应到了一种不知名的力量 在拉下最后一个音符时 倒趴在地 晕倒的佳文被送进了医院 盈盈的声音叫醒了首席中的佳文 对她说 正当佳文为盈盈感到高兴时 看到了盈盈身后出现了黑衣人 有了婆婆和小胖子的经历 佳文知道盈盈已经离世 伤心欲绝的佳文 把了手上的针筒追了出去 看到了黑衣人和盈盈消失了在太平间 听到佳文哭喊神的鲁医生走了过来 打算告诉她盈盈已离世的事 却被佳文质子 摇着头说 已知盈盈动手术时离开了人世 如医生望向手术间皱着眉头白斑不及 盈盈才在手术过程中过失不久 佳文就已知道此时 难道真的如阿华所说 佳文真的能看见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刚参加完盈盈上礼的佳文 坐在一旁眼神却望向一排排整齐的墓碑 希望能见到盈盈的鬼魂 佳文也因此是不再害怕鬼魂 起码这双眼睛可以让她看到自己牵挂的人 地铁上 阿华从公事包拿出了盈盈生前画下的话 递给了佳文 打开一看 问了阿华照片上和盈盈合照的女人是谁 心情认为贫富的佳文 回到家对着镜子大喊 望着被砸碎的镜子 照出了一个陌生女子的戎帽 佳文掉下了眼泪 根据大师的说法 人在临死前 所想的事情会一直带到她死后变成鬼魂的意识 有的死得很突然的人 临死前一刻都不知道自己要死 变成鬼魂后还以为自己在人间 留在人间不走的鬼魂 都是生前有心事困扰 鬼魂意思没办法释怀 要帮他们离开 唯一的办法就是帮他们解决未了的心事 阿华再次找上叔叔 经过上次的百般不及 叔叔终于答应了帮阿华 并从抽屉拿出了资料交给阿华 二人根据资料上的地址来到了泰国曼谷 一辆嘟嘟车把他们带到西安拉医院 阿华忙着用英语与柜台的护士交谈 佳文随着乌鸦的叫声走到了医院走廊 看着转动的吊扇 坐在一旁的病人 胆架发出的疙瘩声 和自己的噩梦如出一辙 立刻叫住了阿华 组织医生艾克这时刚好经过 阿华希望艾克能透露更多有关捐赠者的详情 但艾克依据不能随便透露医院的记录 断绕回绝了阿华 佳文此时激动的说道 我用嘴去跟他过往 我见到他以前见到的事 令艾克非常惊讶 于是带领二人来到了阿玲家 捐赠者召回零四个泰国华侨 时常无言无故在别人家门前大喊 每次阿玲行完之后 屋里必定有人去死 所以从小都不受人喜爱 村里的人都把他当温神 见到他就赶他走 大火那一晚 阿玲如往常一般在村里大喊大叫 通知大家赶快逃 但大家都不理会 还拿水破向阿玲 到了半夜 村里就起了大火 以至烧到第二天中午 看这几百人活活被烧死的阿玲 过不了牵着自己那一管 最终在大火第二天上吊至今 佳文非常理解阿玲的心情 提议晚上要睡阿玲房间 半夜 佳文似乎感应到了阿玲正召唤自己 于是坐到树桌前问道 我自己一直都从来这里 现在我来了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 阿玲从小都被孤立 只要村里有人过时 大家都会指向阿玲 对他破口大妈 但妈妈依然给阿玲满满的爱 从不曾放弃过他 活在之前 母亲也陪阿玲敲打村民的门 得到的却是村民的一句句辱骂 最终阿玲还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丢下了爱她的母亲先走了一步 佳文终于找到了答案 立即跑下楼叫阿玲的母亲 上楼看阿玲 原来阿玲最痛口并不是生前所经历的那些 而是自杀断气的那瞬间 因为阿玲是自杀 所以他不能离开自杀的时空 临终前更希望得到母亲的原谅 母亲断然毁绝 谭言在难的关都一起经历过了 从来没有想放弃过阿玲 但阿玲却选择放弃了自己 此时房间传来了一只挪动的声音 看着叫不动的母亲 佳文也只好再次回到房间 却亲眼目睹阿玲上吊的情景 阿玲鬼魂附在了佳文身上 操控着她重复当天的情景 阿玲不停的喊救命 刀子嘴豆腐心的母亲 最终也原谅了阿玲跑到阿玲房间 把她抱下 阿玲摸着母亲御手说道 得到母亲原谅的阿玲 终于释怀 从佳文的意识中消失了 佳文在反射的镜子中 看见自己真正的样貌感到喜悦 夜里一辆天然气卡车意外侧翻 导致曼谷车辆水泄不同 大巴也被堵得无法挪动 佳文望向窗口时 看见大量黑衣人飘过 顺着黑衣人的方向 看到了前方三人正在抢救受伤的死机 眼看黑衣人数量越来越多 又想到了阿玲的村庄大火时间 佳文知道一场阿灾难即将到来 于是他拼命派打众人车床 但这里是泰国 佳文却说广东话有如鸡桶亚讲 众人没多家里会继续讲电话 男人更认为佳文是神经病 立即按下锁门间 卡车天然气池时开始泄露 气体随着道路迅速蔓延开来 此时一名交警给出指挥 让车辆往右边移动 一名嘟嘟车司机启动了刚熄灭的引擎 天然气被火花点燃引起了爆炸 火焰顺着气体引燃了天然气管 再次发生二次爆炸 车内来不及逃跑的人顿时被火海淹没 火烧成了一巨巨礁石 路边摆摊的小贩也无意信念 眼看大火快要扑向佳文 阿华及时赶到把佳文碰倒 才躲过了这场大灾难 但见其的玻璃虽依然刺伤了佳文双眼 佳文再次失明 但他坦然接受 因为他觉得自己曾见过世上最美丽的事 同时也见过最痛苦无助的事 而这一切他铭记于心 《见鬼》是一部2002年香港和新加坡合作的恐怖片 由彭斯兄弟彭顺和彭发当导演 许悦珍和彭斯兄弟共同编剧 李星杰、周俊伟、卢乔英、Tutcha Rujina Non和方展发主演 马来西亚女歌手李星杰 更因此片获得第39届金马奖和第22届香港电影 金像甲最佳女主角奖项 2008年好莱坞买下版权重拍《异度见鬼》 并有杰西卡艾巴主演 好了喜欢斜仔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打开小铃铛 晚上9点不定时更新 下一个影片再会吧